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结婚两年了 因为从小都被宠坏了 导致我们的性格都非常的强势 吵起架来经常是互不相让的 现在我们有了一个宝宝 宝宝出生后我一直很焦虑 可他不仅不能够帮我排游解难 还总是和我对着干 他总是喜欢小题大做 无中生有 还特别酱 总认为他是对的 我现在做谁摸他都看不顺眼 连服务师都是错的 有了宝宝之后啊 吵架变得非常的频繁 我真的很心累 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他过下去了 作为父亲 我觉得我对宝宝已经照顾很好了 可他还是不满意 还经常情绪失控地和我发皮一次 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老他怎么办了 有请立队夫妻 有请 谭先生二十九岁来自湖南运营 谭女士三十岁来自湖南代业 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老位啊 主持人好 好好好 好 结婚两年是吧 对 宝宝五个月是吧 是的 两个人在家里都挺受宠的 是吧 是的 结婚之后所以老打是吧 今天编导说 哎呀 这个宝妈不容易啊 这个宝妈有可能是产后抑郁了 抑郁了吗 我觉得那一段时间我确实是抑郁了 那段时间 现在呢 现在好多了 因为宝宝也会跟我互动了嘛 我觉得没有那么焦虑了 好 那今天来干嘛呢 因为我跟他从谈恋爱到结婚 现在认识有三年多了嘛 我们也经常会有争吵 但是有了宝宝之后呢 吵架变得非常的频繁 然后甚至还吵到离婚了 我不知道怎么办啊 有点迷茫 我觉得他老是小题大做 无中生有 他老是把所有的事情都看得比较糟糕 比较负面 就影响到我了 你们能说点具体的事吗 生活里的冲突吗 其实从谈恋爱的时候 我们感情还比较稳定 然后我们想着就去见家长了嘛 那一次见家长我都跟我爸妈说好了 当时在超市的时候 又因为买礼物产生了矛盾 他就一气之下就不去了 太自私了 我之前跟他说过嘛 就是去网上抢一台茅台酒嘛 后面没抢到 我就想着提一些水果啊 或者一些保健品啊 他就比较生气少神 买完了以后再回来的路上 我一直在哄他 他一直拿着个脸 你根本就没有哄两下好不好 你之前跟我说过要买那个的吗 那我想着那个贵重一点 可以比较重视我一点吗 但是你跟我说 爸爸又不喝酒不抽烟的 我觉得去三百九的地方买的话又太浪费了 买个必要买些实用一点的保健品 那你也不能一气之下你就不去了吧 那我怎么跟我爸妈交代啊 不是 后来不是也交代了吗 后面是 我看交代得很好嘛 不仅交代了 把自己也交代给他了嘛 那是因为那一次 我觉得还是比较严重 当时我都想过 这个男生到底适不适合吗 我爸妈也睡觉过 如果觉得他不适合的话 就重新帮我介绍一个对象吧 这个就是从准备嫁开始 就埋下了伏笔和冲突 这照我给你们记下了 第一笔 说第二笔 那后面我们就领证了之后 那就结婚了 然后我当时是没有上班的嘛 就去他公司去上班了 他当时是在创业 叫他来我公司上班 他非常没给我什么大的帮助 还对我指指点点啊 我不是看你普通话说得不好 然后有时候谈单的时候 也不够自信 我就跟你指出一些意见 你老是不听取 我给他安排一些什么简单的活 他都拿着去做 你又不是这个行业的 你老是对我指点点 问几个问题 公司谁是老大 我 谁是雇员 我 但是我觉得 哪那么多单诗啊 听话不就完了吗 吵翻了是吧 反正生活上也吵 影响生意没有 影响了 单子都没谈好都飞了 我就不要着急嘛 在公司一天要吵杀顿 生活上也吵 工作上也吵 后面我就不想跟他在一起工作了 挺好的 挺好的 对你和公司来说都是一个解脱 这笔账记下来了 再说第三笔账 当时我每次跟他说 你没有给我买过什么贵重礼物 也没有出去旅游过嘛 我就看着他比较焦虑啊 当时我就说 约着朋友带着一尺自驾游 本来是个给他放松心情啊 放松呢 你是怎么放松呢 你为什么要跟我吵架呢 当时我想着 大理的紫外线又比较强 我本身我的脸就容易过敏 当时是跟另外一对情侣去的 我想着去阴阳的地方等他们嘛 他就一点都不乐意 他飞得在这里干等着 那我只是帮你戴帽子的时候 可能有点情绪没戴好 你有必要把它扔到地上吗 那就没戴好 那就砸 那就一下子天气黑了 就把那个安全帽砸在上面 我眼睛都打住 我就反手就把这个安全帽 就扣在地上了 你那是扣在地上 你是当那么多人面 把安全帽扔在地上了好不好 根本就没有在乎我的情绪 就把我一个人扔在马路上 你说你不去了呀 不去了我就说 那就回酒店休息呗 那我说我也不去了 好 第三笔 第三笔这样 给你记下来啊 不照顾我的情绪 还有啥不喜欢的 说 不好的事多着呢 说 说 说 后面我们到拉萨之后 我不是发现我怀孕了吗 然后就想着 不要去了吗 太辛苦了 我就自己坐车回来了 到家了之后 没多久 我发现陪他挺孕了 我就坐了一个小月子嘛 然后我又没有上班 又着急着想怀宝宝 然后我就在家里面养胎 就是 拿着时间 休养一下嘛 被孕嘛 非常地焦虑的那些 天天担心我 跟同事啊 跟预客服啊 怎么样 天天查我微信的那些 正常 正常 那你当时不是因为 没公开过我吗 那我肯定想知道 你现在跟谁在聊天啊 天天查我手指 现在也看不了了啦 你密码都已经 没有告诉我了 你密码也 我也不知道啦 那你不告诉我 我为什么告诉你呢 这俩人不知道 未图什么 这个坐院子做得好吗 做得不好 因为我孕早期孕反比较严重嘛 根本也没有照顾我 就天天在那儿打游戏 我不要他打啊 他每天打到凌晨一两点 我婆婆也给他 关过几次电闸 你关 就是我打游戏了 没看到我上班了 那你打游戏是事实啊 你还因为帮你把游戏删了 你还推我 我哪推呢 我是请你出去 请你出这个房间里面 有你那样请人的方式吗 把游戏键盘都把它给折断了 你当时 这个要追究前 老账多了去了 怀孕七天 还有什么让您不满的 当时孕后期 我就想着请个月嫂嘛 专业一点点 她也答应了 我受咨询了呀 但是我觉得他们 能做的事情 我们也能做啊 我交给他们 我还有点不放心 当时我就想着 我朋友 他之前订过的月嫂嘛 他们有档期 我就想要订一下 他们就觉得没必要嘛 我当时觉得好委屈 我说别人都订了 为什么我就不可以订呢 别人都订了 为什么 后面他们说 家里都有人可以照顾嘛 然后我也就选择相信他 因为我之前做手术 感觉他照顾的也还挺仔细的 我就选择相信他了 怎么样呢 照顾在月子里 后面公婆在我又晚期的时候 又找了一份工作 就没人照顾我了 我哪没照顾你 每天给你做私菜一趟的 这个不吃 哪个不吃的 但是我有时候是吃不下呀 但是你是怎么做的呢 每次吃不下都要逼我 那我逼着你是不是想了你 那宝宝成长一些嘛 又好一些嘛 你觉得天天都是你做饭吗 他在做月子的时候 还有运碗吃的时候 都是我在做啊 那除了做饭 在他月子期间你还做什么 他没有做别的 有时候宝宝待一下 但是他也没有待得很好 之前跟我画大饼说什么 我只负责生 他负责来的羊 但是他根本就没有兑现 宝宝就是很容易惊吓的嘛 然后睡觉也很浅 他老是打喷嚏不注意 把宝宝都吓哭过几次了 我的天哪 当时我觉得我带宝宝 带着很辛苦了嘛 也从来没有睡过一个诊觉 还把他搞醒了 我就说那你来带宝 他就把宝宝到儿童房 还开着一个那么大的灯 宝宝眼睛还没发育好 很怕他刺眼睛嘛 我就说把灯关掉 他就不听 我关了 他还继续开 还把门反锁了 当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当时就特别的生气 就拿着椅子就砸门了 他才把门打开 那宝宝我又没有给他 看这个灯是撤着的 那我也不知道呀 那个房间全黑了 那你也不能把门反锁吧 那我是不想给你吵呀 那你就是不在乎我的情绪 每次都是这样子冷处理 行 听懂了 月子里还有什么吵 他老是我对宝宝不上心呀 那些宝宝什么时候 该打疫苗呀 都是我去安排的呀 包括从宝宝从他出来 我在网上查一些资料呀 我也一直在学识啊 你有给我提供情绪价值吗 哪里没有 那我说了不要去露营 你为什么偏偏要带他去露营呢 意思是 我上来班回来以后 他跟朋友约好了 说问我说明天天气比较好 朋友说一直想着露营 我看到明天也没啥事 我说那我们一起去露营吧 露营的话我就想着 上午的话我就带宝宝去 打完疫苗嘛 打完疫苗以后下午 那就已经出了月子了对吧 对 就是宝宝有三个月左右了 然后就去露营嘛 去露营太阳呀 搞点烧烤呀 这是确实我约了 但是你没有跟我说 当天要打疫苗啊 打疫苗的话宝宝 可能下午要休息 或者状态不好 为什么要带人去人多的地方呢 但是我去的话 我也会很辛苦呀 你就只知道自己一个人 在那里烧烤 都是我在那带宝宝 我不辛苦吗 不是三个月的宝宝 不就睡吗 没有 不就睡吗 他就是睡得不好 你明明知道 我早上的时候 跟妈妈吵架了 你还要跟我吵 你都没有安抚过我一下 我跟妈妈吵架 你也没有站着出来过 从那也没有 跟我们两个人说 调解一下的 你还要跟我说 什么 丢什么狠话 说什么 疫苗以后再也不管了 录影再也不要叫我去了 你说这种话 我能不伤心吗 那你也不能说离婚呀 我真的觉得 我受了很多委屈啊 一点点小事情 老是都不照顾我的情绪 我都觉得我委屈大的呢 好 现在是要离婚是吧 当时是吵得离婚了 我就说我 我就是想了很久 我说我真的跟你过不下去了 我说我们离婚吧 那今天来的目的 也是为了离婚是吗 今天来的 我觉得他的脾气 让我受不了 我就只要感谢他脾气 不是 听到现在 我们没听到 这个人的脾气有什么 他经常是冷处理 对我冷暴力 然后你就像上次 我不是跟他说 吵得要离婚了吗 他就我说我不去了 我说我不要离开 就带我去 我自己会去的 他当时把结婚证 还有那个顾客们 全拿出来 就说去 马上去 去老家那边离婚 那我还问了他 我说是真的吗 他说是真的 我就去柜子里 把结婚证啊 身份证啊 我说那就现在去 还有个冷静吃 是可以去啊 但是我不想坐你的车 去不行吗 后面他就自己出去了 三天 我跟他冷战了三天 他都没有看过我 也没有看过宝宝 我每天都睡不着觉 还要带宝宝 你看你每天都坐着什么 他每天就是出去吃东西 然后自己剪头发 然后还说去哪家新的店 去吃 吃饱喝足了 回家睡大觉 好 今天谁要来的 我要来的 来干嘛的 我就是想让他 改一下他那个脾气嘛 好好好 听懂了 听懂了 他要改不了 咱就不要他了 是吧 我看他宝宝太小了嘛 我就想着 如果他改不了 我又继续承受痛苦 我又不知道怎么办 不能让你继续承受痛苦 今天一定要把你这问题解决了 是吧 你看不上他 我们就就不要他了 好不好 但是他其实还是对我挺好的 对你好什么呀 这个家伙脾气又大 又好冷战 怎么对你好啊 我们一定帮你说服他 让他跟你和平分手 因为宝宝这么小 所以这孩子还得您带啊 这知道吧 像我法律知道 我知道 他就跟他离婚 是吧 你知道离完婚之后 他干嘛去了吗 他就去找新欢去了呗 哎 你看他找什么新欢呀 可能他每天他就没事了 他该吃吃该喝喝啊 对吧 他是找新欢呀 打游戏呀 还是露营喝个下午茶 歉意一下 你会不会更气啊 那跟他离婚呢 随便他 哦 随便他是吧 对 你确定啊 要是真的离婚 那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就帮你跟他离了 好不好 我不想离 哦 又不想离 哎 因为我觉得他确实 对我还挺好的 然后他 他对你好吗 谈恋的时候还是对我挺好的 我说结婚以后呢 结婚以后就是太不注意这种吸气 太不注意我的情绪了 不会提供情绪价值给我 就是大方向怎么样 给老公打分满分是一百分 你给他打多少分 大方向还是有七八十分 这么高啊 许葫芬老师跟他爱人 那么恩爱我们录节目的时候 燕子给许葫芬打个分 到底多少分 燕子说也就是五十九吧 那能不能加一分 可以 看在儿子的面子上面 加个零点五分吧 看在老二的面子上 再加零点五分才加到六十 你这已经直接上七八十了 那我对视不对人吧 比我们这些老公都强啊 我对视不对人嘛 我觉得他在某方面还是可以的 行 好了 行了 行了 不说了 你老婆脾气以前没那么大吧 没有 就是怀孕之后 生完孩子之后 这段 这个阶段是不是觉得 其实以前就像那个湖南女人 那么火辣辣的 但是不是这样不可理喻 是吧 现在有点不可理喻 是吧 是的 听听老师们给你分析分析 为什么会这样 这个阶段应该怎么 跟他一起把这个比较困难的时期 给度过去 好不好 好 来 让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以前性格真的不是这样吗 我性格也确实比较强势 然后也比较过于完美吧 追求完美 五个月的确是产后 会有激素的一些紊乱 还没有完全恢复到正常状态 但是我想说的是呢 他也有一定的这个性格基础 幼稚啊 不成熟 就是你的心理成熟度 还不那么地够 对 我可能承受的你太弱了 是的 因为你也说了实话 老公七八十分真的很高了 但是你仍然不满意 在这个基础上如果你还不快乐 那一定不是他的过错了 主要是你的过错 咱不能说跟老公一点关系没有 这个能认同吗 认同 这个就好了 情绪的稳定是一个人成熟的重要标准 情绪总是激动 极端 这就说明什么呢 由着自己的性子 什么叫性子 按照我的标准 我舒服了就行 不舒服就不行 我认为对的就得这么干 不对就不行 那这个 让自己的健康快乐负责 反过来再说老公 这段时间呢 咱就忍一忍吧 因为女人在这个阶段 多少都有点不正常 内分泌是紊乱的 就这个时候呢 不要去讲道理 你就爱抚他 没事的 我尽力 老婆是你的 孩子是你的 这个阶段如果过不好的话 对孩子的身体健康也不利 所以不要阴影小时大 咱们尽量淡定 好不好 我总结了一下 也回顾了一下自己的经历 我总结出来一句话 刚生完孩子的女人 都是神经病 大概这个时间 多长时间呢 一年 一年左右 她的激素能够回到正常水平 然后两年完全正常 所以她包括 她此时此刻站在台上 她也是一个很焦虑的状态 你看她哭得 泪流满面的 你还没断母乳呢吧 没有 别哭了 一会儿哭得奶都没了 她这个时候就是这样的 这个她不是自己 能掌控的情绪 我回想我那个时候 就是我现在想 我自己都觉得 我自己太作 就没有道理 没有来由 把我们全家人 搞得都很焦虑 你录像的时候也是这样 只要一提运气的事 你就暴跳入雷 还哭 很委屈 没哭吧 很委屈 就是真的 我大着肚子 他们嘎嘎嘎 继续 继续 我生完孩子42天 我就去录像 真的 就是我在月子里面 把我妈妈赶走 我现在回想起来 当时我们家那个月嫂 还说我 说你怎么这么不笑啊 我暴跳如雷 但是我现在回想 确实是自己的问题 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了 说不上来的这种情绪 其实很简单 一个是身体激素的水平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你知道每隔两个小时 要起一次床 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讲 都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更何况对于一个 刚刚生产完的产妇 你以为是喂完奶 我能倒头再睡吗 不好意思 睡不着了 等你刚刚有困疑的时候 孩子又哭了 而且你知道 孩子哭的时候 我们是会分泌这个乳腺激素的 就是孩子马上要哭的时候 我们就明白自己要喂哪了 所以母亲和孩子的这种链接 其实真的作为父亲 是体会不到的 就是妈妈的那个焦虑 好像是天生的 她连孩子还没有哭的时候 自己就已经感觉到 孩子要饿了 就是这种跟外人说不出来 你明白不了 就两个小时 你一晚上你睡一个整觉 你就我跟你说 你明天回家试一下 就今天晚上回去你就试 我两个小时给你上一次闹钟 两个小时给你上一次闹钟 你告诉我 你第二天怎么开心得起来 所以为什么说 这一段时间你只能忍 你只能顺从 是因为我们真的做不了什么 能做的 她所谓的说 哎呀 你要给我提供情绪价值 其实你问问她 什么叫情绪价值 她自己都不知道 因为她现在就是神经病 但现在做丈夫的该怎么办呢 你说一 我马上执行 你说二 我马上执行 我不跟你针对错 我不跟你论长短 但是你知道吗 姑娘 我也想跟你说的是什么 就是我说这番话 是为了让你丈夫能够理解你 但是咱们自己要学会 自己做自己的调整和调节 当你感觉到我是有焦虑 或者我情绪有失控的时候 我们要学会找到一个方法 让自己去释放这种情绪 因为她也不知道 怎么面对一个生产丸的产妇 对不对 我们虽然看书 学 可是那毕竟是书本之子 没有真正的经历过呀 对吧 对 所以大家都调整 共同把这个时期度过去 看着孩子一天天健康长大 多美好的一件事啊 就这样 你们俩的事啊 让我想起上次 我出席了一个交友活动 随即地问了几个 男性女性的那个 来相亲的小孩 说你对对方啊 就是找那未来那一方 你最看重哪一点 答案啊 让我非常惊讶 最看重对方什么呢 情绪稳定 这一点太重要了 你们两个人 说句不好听的 一类人 都是情绪不稳定 谈恋爱的时候 第一次去女方父母家 居然因为 买礼物的分歧 是甩脸走了 何等之情绪不稳定 但现在此时呢 女生表现出了 极大的一个暴露 去哪游玩 对不对 把安全帽 啪地一下就摔在了地上 你根本就控制不住 自己的情绪 很多种情况 所以在怀孕宝之前 你的这种情绪的表达 会非常之任性 而她呢 就作为了另外软的 那一方包容 但实则她也不是 情绪稳定的 所以在运气 变得更加过度的焦虑 此时其实你做的还可以 包括她对你的关照等等 都是在尽自己 最大的努力去包容对方 这我看到了 你们俩是有爱的 但是在这特殊的时期里面 我们真的真的是 相互要多去理解 她就不是一个 情绪稳定的人 但是你又希望她做到 无微不至 怎么可能呢 所以我们要降低自己的需求 降低自己不切实际的期望 这样才能保证 在特殊时期里面的和平相处 而男生呢 一定要多陪伴 有的时候你其实做不到什么 但你可以坐在那里 就可以了 多去关注她心理方面的一些感受 听就好了 忍就可以了 不就这么短时间吗 彼此忍耐 并且多为对方着想就可以了 就这样 就是她的错 这也绝对她的错 开玩笑呢 老婆这个孩子还没断奶 老婆说要离婚 你找户口本 你有什么资格找户口本 你应该把户口本结婚事 藏起来 对不对 对 对 你可以藏起来 我当时也在 你当时什么呀 当时 就是你错了 好 听到没有 明白 不懂了 你知道 你知道你老婆扣你那二三十分扣哪 你做太多 说太少 她要情绪价值很正常 那你知道怎么给情绪价值吗 三个字 你就可以做的 那三个字呢 叫夸 送 红 什么叫夸 每天至少夸老婆 十到十五次 对不对 老婆真好看 老婆你身材恢复得真好 老婆你真厉害 宝宝你一拍 不哭了 你不会 你先超级句下来嘛 背一背嘛 对对 背一下 陆琪老师刚才说的 第二个叫送 你每个礼拜买树花 对不对 买点小礼物 老婆今天想吃什么了 老婆今天点菜了 点了这个菜 我还给你加另一个 我给你再炖个汤 跟你说老婆 你看这是爱心汤 是吧 你吃了之后 对身体好 就要送 第三个叫哄 哄是什么 他要生气了 立刻认错 我错了 你说吧 要我怎么办 你要不打我两下 生孩子吃那么大苦了 你哄他两句怎么了 所以 夸 送 哄 三字诀做到了 情绪价值 就有 好 明白了 今天我们跟老公说的 所有逻辑基于 在这个时期 女性是特别特殊的 所以才有了 陆琪老师的三字经 可是这不是一个常态的 是的 所以自己也得那个 来 让我们一起进入 192就要爱 真情六十秒 从谈恋爱到现在 从谈恋爱到现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订阅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栏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 02 2360 6301 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点报名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来 余老师 这也没什么悬念了 双出 肯定是双出 双出 咱们看看这对夫妻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 请看 请看吧 这小子是真喜欢 他是真爱 你知道吗 来 来 来 我可以 那个 我因为之前一直缺她 来 来 来 你干嘛 你说 你爱的时候一直欠她一个求婚 她一直正在心里 我想 好 我懂了 你需要什么 需要灯光变暗 还是需要什么乐曲 把你的戒指住下来给我 好 这也好 这也好 来 可以吗 然后你还需要什么 灯需要变暗吗 变暗吧 来 我们一起见证 来 请见证 老婆 我们结婚两年了 我们宝宝现在五个多月了 刚刚 我们从长沙跑到这边来 多不容易 我一直插你一个求婚 今天我在舞台上给你玩了 老婆 谢谢你选择了我 希望我们以后生活好好的 嫁给我吧 请亮灯 请亮灯 开心吗 开心 开心 回去吧 谢谢两位 你看您那个坏的 谢谢老师 什么不懂你说说她 谢谢 请回请回 行了 就祝他们幸福开心嘛 如果关系好的话 要个二宝也没什么 是吧 好了 我们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们谈恋爱时 她非常着急结婚 现在想想 我也是一时糊涂就答应嫁给她了 都没有了解清楚 我们俩的性格是否真的合适 我觉得她是越来越多 还总是嫌弃我甚至怀疑我 我们的感情总是受到外界的影响 现在她总让我为这个家做出一些改变 现在我们结婚已经三年多了 我觉得她和婚前真是判若两人 婚前给我的承诺都没有做到 还一身反骨 什么事都是她有理 可我真的不觉得我有错啊 又要改变什么呢 有请绝队夫妻 有请 男嘉宾肖先生33岁来自湖北保险代理 女嘉宾吕女士33岁来自湖北保险代理 有请两位有请 主持人好 主持人好 老师们好 老师好 欢迎两位啊 今天为何而来啊 其实是我想过来的 因为我们结婚三年多了嘛 我觉得她婚前婚后差别特别大 我有一种被骗婚的感觉 所以我希望各位老师能帮我看看 到底是我自己的判断有问题呢 还是说这个人真的不行 那您说说 老师们听听 我们结婚之前嘛 她表现出很温和 很谦逊 然后呢也特别尊重我 然后呢也特别勤快 什么事都抢着做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人还挺好的 婚后呢 什么事情呢 也不跟我商量 也不尊重我的意见 我觉得她现在是非常叛逆 一身反骨 那您说点细节吧 您光给人扣帽子 我们也不明白啊 好 咱就说最大的一个事 就她赶在我们结婚前 用自己的名字去买一套房 现在呢婚后 我们两个一起还房贷 但是这个房子呢 又没有我的名字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是特别不厚道 那个房子的事情我说一下 就是我们是2019年认识的 2020年5月份拿了证 我也是在5月份去买那个房子 为什么买呢 因为我家里是武汉本地的 然后在主城区有房子 但是比较小 所以手上有钱以后 远程区的房子 首付也不是很多 然后还贷还得也不是很多 大概2000块钱 我就想着第一个结了婚嘛 给自己一点压力 就买了这个房子 然后我想着这个房子 哪怕不升值 那未来我们老了也可以去住嘛 而且武汉发展那么快 说不定以后那里就通地铁了 当时我们双方家长都不同意 非要去买 买了个又郊区又是顶楼 又很偏的一个房子 你看现在房子就砸手上了吧 然后现在工作又不是很稳定 你说这严重影响了 我们的小孩的生活 那房子已经买了嘛 我们不能再想房子的问题 我们只是想 我努力多赚点钱来弥补之前 买房子的这个问题嘛 那你婚前说了好好的 钱全部都交给我来管 实际上你婚后一分钱没交给我 我不用什么钱 你又不是不知道 那你钱花哪去了你说 我钱还不是经营客户 因为我们今年才换了一个赛道 之前我是做教培行业的 今年那个因为他才出来工作 因为前两年不是带孩子嘛 他也是找了好多 然后他不知道找什么工作 然后朋友叫我去 跟他一起做保险工作 然后我说 我说我这边还有点事情没忙完 我说要不让我老婆试一下 然后他试了之后 也感觉还可以 他就去做了 因为这个保险的东西 也是个长期的事情 那需要有团队 所以我把我那边的事情 慢慢地放下来了 也跟他一起做 那第一年怎么可能 就能做得很好呢 万事开头难嘛 是不是 那就少跟你那些朋友们 出去吃喝呀 你又不是不知道 保险这个东西 是要讲客户的 那肯定要多交朋友啊 而且不投入哪有铲除呢 你不可能说 反正跟你说你每次 都有自己的道理 这个事我先放在旁边啊 那你上次去买那么多被子 是干嘛呢 那个被子 因为又是蚕丝的被子 也不是很贵 然后我还给别人砍了架 别人还多送了我两床 那炸起来也是大几千块钱 还不是很贵 那保险这个东西 不是要送客户礼物吗 那一辈子这个寓意多好啊 现在谁还送客户被子啊 又大 又占位子 家里又不是说没被子 那我还不是提前做准备吗 那那个玉 你也花了大几千块钱 那个玉的事情我说一下呀 那个玉是 找一个项目去云南 你也知道好玉 上万的上十万都有 我也没卖那么贵的 而且你买之前 我完全没有问过我 她就为了这点小事 把我微信都拉黑了 当时就特别生气 把她拉黑了 听来听去并不是骗婚啊 这几件事我听在一起 就一个动作嘛 叫家庭财务不那么公开透明嘛 妻子对这个心理没谱嘛 是的 她完全没有考虑到 我们家庭还有花销 行 我们先把这个放在一边 还有什么事让您不满意 再就是我们小孩嘛 小孩怎么了 现在马上三岁了 当初呢 就因为小朋友上幼儿园的事情 吵过多少次了 因为小孩才一岁半的时候 她就硬要把孩子送来那种拳托 比如说哪个妈妈愿意那么小 就把小孩送去 她就因为这个事 在家里发了好多次脾气 因为我之前本来就是 做学前教育的 然后我孩子的能力 我是有评估的 那一岁半 我觉得这个能力可以了 就送过去 那他们还不是不同意 我也夥挟了 三四个月以后 一岁八个月 结果一岁八个月送过去了 而且先去的时候 也没有说全天 先是半天试一下 可以了 才有全天去的 那小孩先送去呢 一个星期的时候 每天哭得真的好惨 也没有每天哭 她在学校里面哭 我在外面哭 然后老师就直接把她 整个人就抱进去了 不让她看我们 就当时多心痛 你说这个我还要说 说你一点呢 她特别关注这个卫生习惯 那小孩特别小的时候 她就要她刷牙 你说一个不到两岁的孩子 怎么可能想刷牙嘛 然后她就非要去刷 然后刷了孩子就哭 然后孩子呢大一点以后呢 有牙膏以后就吃牙膏 你是做学前教育的吗 是 孩子半岁就要刷牙的 你不知道吗 我知道 我可能还没有描述完 您再听一下 就她刷牙以后 然后孩子不是有时候 会吃点牙膏嘛 然后孩子吃了一点牙膏 她就直接把那个牙膏 全部挤到孩子嘴里 然后孩子就一下情绪就崩溃了 对小孩这个时候 我真的有时候情绪是很难控制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我觉得她可能一个人带孩子 她也有情绪啊 所以才把她叫出来工作 在家里 我怕她带孩子 就老是以这种方式 那我也有点担心 那幼儿园是她要送的呢 你说她应该把手帮个忙吧 结果每次小朋友早上起不来 都是我在那里忙 想忙会我们慌里慌张的 她只是大嘴一张 就说把小孩送去吧 日常生活中 都没有分担我的事情 之前我们那个幼儿园 离家很远 那迟下到我可以理解 现在我们因为换了一个 离家比较近的 现在近了 那还迟到就说不过去了吧 那不管远的近的 你都没帮忙 就是旁边能眼旁观的 不是这个迟到了 跟她有关系吗 因为我是主张比较早 就把孩子叫起来 她的观念就是要 不是 那你就叫就是了 你就叫 你就送嘛 她每次就向你进去叫一下 就是因为叫起来之后 我一个人要把她衣服穿好 然后要给她洗漱 我一个人搞不定 嘴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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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嘴 那你为啥搞不定 你搞教育的三岁的小姑娘 你搞不定 理念是有的 但动手能力 动手能力就是 那就练嘛 所以就别急嘛 对不对 是的 我理解的就是在孩子的教育上 妻子觉得丈夫指导得多 动手得少 对 没有落实下的意义 好好好 然后好不容易 适应了一段时间呢 今年呢 因为确实手头 经济上没有那么宽裕 又把她转到了 离家比较近 但是环境比较差的 一家幼儿园 然后刚开始 就病了好几次 我真觉得 就是因为她当时 非要坚持买那套房子 导致我们现在 就生活的情况 就很不好 这个链条拽回去了 好 再说还有什么 你说有了小孩吧 家里是不是得讲究一点 搞卫生一点 嗯 她就非常邋遢 我怎么邋遢 经常不洗 就直接就上床睡 我 这怎么可能是经常 真的是经常 因为有时候工作晚来一点 然后累了一点 然后可能就 就 就偶尔不洗 第二天早上前面 还不是马上就洗了 但是我们是跟小孩睡一起的 他又没分床 你这样不讲解 卫生小孩怎么办 所以他才经常生病啊 对啊 我们过来录节目 他都叫双人间 我觉得实在忍受不了你的卫生习惯 这是夫妻应该这样子的吗 这是夫妻应该这样子的吗 不管是从小孩的健康考虑 还是我自己的 不是 为什么这么大的孩子 还不跟你们分房 因为家里的房子比较小 对 比较小 你买大房子的话 在主城区可能还是有 有点压力 所以没有去背这个压力 听明白了 对 就是夫妻现在的状态是 分床睡 是吧 对 分 还有一个小房间 就是把他赶到那边去了 都分房睡了 对 那叫分居 对 我以为你们家是没房间的 原来是有地方 把老公划到一个房间里 没地方让闺女自己去住 是吧 因为他太小了 所以你还是不想跟他住一起吧 对 也是 我心里是这样的 直接说不就好了吗 那这是你的问题 不是人家的问题 还有啥 他这个人呢 特别我行我素 就例如有一次跟我 参加我好朋友的婚礼嘛 我知道他平时日常穿衣服的风格 就比较混搭 比较乱搭 然后我 这衣服穿挺好吗 今天是我指定的一对一的 确认过的 你帮他做什么我穿的 才是这样的 然后那一天 我去提前一天跟他买衣服裤子 鞋子都准备好了 结果到晚上 我们去参见那个婚宴的时候 他就穿着他自己 平时乱搭的那种衣服去了 然后我当时就火搭了 我说我都跟你明确说过很多次 今天是很重要的场合 你得讲究一点 他还是那样穿 他这个衣服 咋了 他里面那个深蓝色白边边的是夏天的睡衣 红色的那个格纹是秋天的睡衣 他这样落着穿的 外面再穿一个条纹的位移 不是咋了呢 这没毛病啊 然后底下又是一个格纹的裤子 这这么没毛病吗 我真觉得很辣眼睛啊 不是 这没啥 我也不知道他里面穿的是两件睡衣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 走到路上是一个很辣眼睛的一个穿道 我觉得我不想跟他走在里面 谁认识他啊 能落着谁眼睛啊 没有人像你那么关注 谁看他啊 然后还有下一套 咋的呢 他上面那个就是他的睡衣啊 然后穿出去了 然后下面是牛仔裤 九分的小脚牛仔裤 里面是一双白色的运动棉袜 外面穿的尖头皮鞋 哪儿不对了 他对穿白袜的这个事情 是很让我乍业的一种打扮 我觉得我受不了这种 所以你没有审美啊 迈克尔杰克逊最经典的一个舞蹈 不就是肩脾鞋 我同意你的观点 肩脱皮鞋配白袜的吗 咋了呢 好多大明星不都这么穿吗 但是他是一个路人啊 这会他是路人啊 那他落谁的眼睛啊 他自己舒服不就行了吗 反正我是接受不了这样的 其实卫生习惯不好 穿衣打扮又不好 指向两个嘛 看不上嘛 然后呢 他有一次就穿成这样 在公司接受一个采访和上台 当时我身边一个男同事跟我说 你老公这身衣服是你跟他搭的吗 我说不是 是他自己瞎穿的 他说你提醒一下他 以后不要这样穿 正式场合这样穿 可能不是那么得体 我当时脸就红了 为什么他要这样穿衣服 都跟他嘱咐过非常多次了 我解释一下 那天我穿的就是这一套 然后穿一个这一套的外套 只是说这个袜子穿的是白的 那个是我特别挑的个白的 但正式场合哪有穿白棉袜的呢 有有有 一度很流行 只是现在不再流行了 流行风向嘛 就是东十年 西十年 这不讨论了 反而就在骨子里 你不太看得上它嘛 我觉得你看 他刚刚提到那个男同事 我觉得有时候 别人说什么他都听得进去 我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 所以我严重怀疑 是不是你的那些前同事 就是在你这里吐槽我 然后他经常有时候 还还翻我手机 翻我手机就算了 还伤我好友 这个事情你就太过了吧 你别转移话题 我刚刚还没讲完 就是他讲话 不是那么得体嘛 因为他喜欢讲方言 我会觉得那个字 可能不是那么的雅观 但是他经常不分场合 那样讲出来 我在他旁边 我也觉得不是很舒服这样 他就是完全不考虑 大家的感受 他就是完全不考虑 大家的感受 我不可能跟个 听不懂的人讲方言吧 反正我就是觉得 我听起来特别的刺耳 他那个解释一下 看我手机就算了 我让你看吧 看完之后把我好友伤了 我那谈的客户呢 你把我客户 因为我那个好朋友 也是为我考虑嘛 因为我们经常 互相吐槽 互相讲对方的一些事情 家庭的一些事情 老公的一些事 他觉得说 你心真是大 正常的 不是应该去查一下 他有没有什么 其他的情况吗 正常男人 有责任感的男人 怎么会这么做呢 他说了很多次之后 我确实有一次忍不住 就半夜查了一下 他确实有非常多 跟女性的聊天记录 然后我当时 跟我婆婆私下 说了一下这个事 他说那几个人 好像是他之前的 相亲对象 你说你都已经结婚 有孩子了 还把相亲对象的 那个女性方式 留着干嘛 那他们也结了婚了 他们已经有家庭了 他们有孩子呀 所以跟他们聊一聊 看未来有没有可能 成为我们的客户呀 这没问题吧 客户那么多 你这已婚已遇的男的 是不是该闭个闲呢 那我现在还没有做到 能去调客户吧 反正我 我是只查那一次的 但是我是发现 你经常查我手机 因为我们在一起工作 然后呢 他的性格比较内向一点 他只能去做 他以前认识的人 那我其实会介绍 很多新的朋友 我先认识了 然后我们一起共同的 再看一下 别人的家庭里面 有什么需求 我们来给别人做配置 所以我要去看一下 他跟别人的沟通方式 行吧 基本听懂了吧 现在就是合伙人嘛 男医生按你这个解释 你就算他的督导嘛 对吧 没有没有 他是我的 我的督导 他每次说得好听 我说什么他都做 但是实际过程中 就是他在操纵我 对吧 不就是 就是看不上了嘛 要收入没收入嘛 对吧 要品位没品位嘛 那我总得涂一头吧 是啊是啊 我没说您有什么不对嘛 今天来到里干嘛嘛 直接说嘛 我就想他能不能改变一下 他的工作方式 改什么吧 工作方式啊 生活方式啊 其实我觉得都可以改一下啊 然后再就是他特 就是没有考虑我的感受 这个事是我最介意的 考虑你什么感受 就是不管做任何事情 都不征求我的同意 都是自己决定好了 再通知我 根本就没有有商有良这个事 所以我不觉得在婚姻中 我是一个平等 承认吧 尊重的关系 我觉得我想回忆一下 因为我们当时结婚的时候 我也没有强迫你 我觉得是 是共同的 是有感情的 然后走入了婚姻 你是没有强迫我 但是你每天都跟我说 你差不多年纪了 应该结婚了 那确实你婚后 表现得跟你婚前说的 完全不一样啊 那我婚前还打游戏呢 我现在游戏都没打了呀 我是觉得你 好自私的 都没有考虑我的感受 说白了就是 我直接说了啊 要钱没钱 对吧 要人没人 要好话没好话 要态度没态度 要帮手没帮手 把你当老公吧 爱不起来了 把你当个情绪提供者吧 你只能让我的情绪一塌糊涂 对 你怎么看你老婆呢 就是哪怕我能赚得多一点 她也不会有怨言 就是因为现在赚得太少了 然后 所以你是把这个 归结为挣钱挣得少吗 这只是一方面 对啊 更多的是 没有理解她的情绪吧 那你是不想理解 不愿意理解 还是实际上面 你知道怎么回事 只是不愿意去做呀 我其实是 愿意去改变的 只是说 可能改变需要一个时间 因为我认识她这几年 但是我前面那些时候 不认识她 那个时候可能 养成了一些不好的习惯 那可能调整需要一定的 过程和时间 我每次跟你说 你都说你会改 然后呢 还不是一样的 只是嘴上说得好听而已 没有一件事情 是落到实处的 为什么这个夫妻之间的交流 都就像老师教育学生 长辈教训晚辈 就是我也不知道 夫妻之间的一方 到底有什么样的权力 就站在那么高的高点上 去跟另外一个成年人 用那么不平等的方式说话 而有意思的是 那个成年人还就认了 各位老师看看 应该怎么办吧 让我们一起进入 秋比特问卷 我觉得只要把对方调整好了 我就好了 婚姻就好了 但是从业这么多年 我必须告诉你们 最大诉求者的那个人 恰恰是最需要做自我调整的 女方 我听她几个词 她完全不负责任 她完全没有帮任何忙 她特别的不讲卫生 她太什么什么什么 我认为呢 夫妻之间 不可能说另外一个人 一点付出没有 当然也不可能说 对方一点过错没有 都不可能的 一旦我们用了这样的一个 绝对化词语 那就说明什么 我们容易 以偏概全 我来说一个小的心理学实验 因为我是搞心理学的 严禁秃鸦和请勿秃鸦 你认为最后哪个效果更好 应该是请勿秃鸦 对 这个听得舒服一点 是不是 你说得非常对 为什么呢 结果就是 越是说严禁秃鸦 后来发现 那个秃鸦的行为 不但没有改善 反而更被秃得一塌糊涂 而请勿秃鸦 反而就减少了 那我想你对他的评判是反骨 的确他有些反的地方 这个有会我会说他 但是你别忘了 在这过程当中 你师父也做了培养反骨的 这样的一个工作 因为刚才你所说的 就是在严禁秃鸦 用一些绝对的词汇 再去否定他 不要做婚姻的差评师 男方买房子那件事情 反正听起来真的不够地道 这在一个女人的心里面 种下了一个不良的种子 那份感觉 会让女人寄一辈子 因为你把她心给伤了 你让人怎么跟你过日子 别逗就不用说了 就这一件事就够了 为什么后边一切都不顺利 就像多米诺骨牌 所以女人的心有时候你伤不起 一旦她不信任你了 她就有了危机感 说白了看你什么都不顺眼 反正这个事情 你寄的扣 你得挤 哪里伤 哪里捡起来 把人心味给暖起来 然后才能日子往下走 你要个一百分的丈夫 你也得是个一百分的妻子吧 你要求她那么多 那你怎么样呢 她的穿衣衣品 她的个人卫生习惯 这不都应该是在婚前了解清楚的吗 你现在所讨厌和看不上的那些东西 并不是她婚前骗你的行为啊 为什么你有被骗婚的感觉 因为你后悔结婚了 你其实恨的是自己 她是有不太招人喜欢的地方 但是你既然选择了嫁给她 那是你自己没有想明白 你要什么样的生活 你要什么样的婚姻 你现在后悔了 你说她婚前骗了你 婚后变了样 只不过你对于婚姻的期待 和对于这个男人的期待太高了 婚姻没有给到你想要的期待值那么高 这个男人也没有给到你那么高的期待值 所以你失望至极 对这个男人对这段婚姻都失望了 我还真说句实话 你这婚姻还挺不好调整的 因为你目前啊 看这个男人哪哪都不行 一无是处 你说这日子还怎么往下过 你们现在分居多久了 孩子三岁 我想大概从孩子出生就分居了吧 对 你要求她改 好 我跟你说 她就算每天晚上洗澡了 穿衣服按照你的要求来了 请问你跟她睡在一张床上吗 你依然不会 因为你不爱她 再来说你情绪的问题 你为什么对于孩子的情绪那么失控 还是源于你对这段婚姻的失望 你一直在恨我 为什么这么仓促地结了这个婚 我本不想结婚的 但是我为什么结了婚就生了孩子 所以你会对孩子那么失控 孩子就因为只吃了一点点牙膏 你能把整管牙膏挤到孩子嘴里 请问这是一个妈妈能做的事情吗 你这样会让孩子的身心 非常不健康地长大的 所以女士我觉得你现在当务之急 不是调整你们的夫妻关系 是调整你个人的情绪问题 接下来你再考虑 不是说你们的日子怎么过 是你这段婚姻要不要 因为你要抱着这么大的怨气 和对自己的这种怨恨吧 过下去 谁都过不好啊 我对丈夫就说一句话啊 你今天从上台到现在 两只手就一直没有拿出来过 我的感觉当中 你是一种高高在上的丈夫 总是以说教的形式 在对你的妻子和你的孩子 而实际上你什么都不懂 就是你只说教不行动 所以如果你们要是往下过的话 他在调整的同时 你也需要调整 放下你的架子 踏踏实实地做一个好丈夫 做一个好父亲 好吧 就这样 你们俩给我感觉就是夫妻两个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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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最讨厌的是什么 是个性 因为孩子个性太多 不好管啊 就是你有个性 你也有个性 最后我这个一个大家庭 一个大家族 我怎么把它管好呢 我怎么样才能够面面俱到呢 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稳定的 让这个生活可以平稳的发展下去呢 所以你不喜欢个性 他不是反骨 他就是个性 你讨厌这个东西 所以你喜欢的是什么 你喜欢的是听话 你喜欢的是整洁整齐 你喜欢的是 从任何人的嘴里面的评价 我们家的人都是好的 但是你知道 如果你没有结婚的话 你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 如果按你说的 你没有结婚的话 你将会是在 你的未来的外甥 外甥女 眼里面一个 未婚未遇到老的 古怪 大奶奶 性格太古怪了 这个人 在孩子眼里看起来 你看这个人 这一辈子 到底是在干什么 那么古板 婚姻拯救了 你知道吗 你觉得在这段婚姻里面 受了很大的罪 受了很多的委屈 但你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 婚姻拯救了你 我今天大概有一个观点 跟各位真的完全不认同 我结婚前 我自己买套房子怎么了 我就是充满私心 我怎么了 那就全款买呀 换而言之 你说她是在算计你 对吧 她还可以说 你是看上她的钱 反向一思维 就是这么一件事嘛 当你交到第一个月 跟她还贷的时候 那房子就有你的一半了 在法律规定上面 人家算计你什么了 这怎么就成了一个 过不去的坎了 我就特别不明白这件事 为什么要从这开始卡 我是觉得家里 有一些别的房子 没有必要来 那是你觉得 不是我觉得 我跟你没有结婚之前 你觉得什么都没有用 我买了在婚前买了 你要觉得不认可 你别跟我结婚 你跟我结婚 说明你认可和认定了 你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吗 我同意曲总 就是角度不一样 我也同意这个婚姻的 大迫是从这开始的 因为后来发生的事情 我们知道了 最早买这套房子的心思 是为了升职 是为了挣钱 是还是不是 是 跟自己压你 后来钱没有了 工作也没了 对不对 变成了人生最暗 至暗时刻 等于你娶一个男人 是人生至暗时刻的时候 你现在挑吗 说这个男人没用吗 我换这么个角度 能说你吗 他心里就是这么想的 所以他在这堂上 说了一段话嘛 他说如果我现在 能挣钱的话 恐怕不是这样 所以我要告诉你的 是什么 学会接受 我站在男性的角度 我就 我就看到几点吧 你现在把生活的不好 居然能牵扯到 我闺女现在上不了好幼儿园 是因为你婚前买了那套房 是还是不是 有一定的原因 我可以这么告诉你 幸好他买了那套房 他没买那套房 现在那个钱 还不知道去哪儿了呢 你想我说这话 有没有道理 你琢磨 如果你是这样的话 这个日子真过不下去 因为你充满了抱怨 男生主要是因为受挫嘛 整个职场受挫嘛 这是很多在事业上 遭到挫折的男人 必经的一条路 要不然就被踩在脚底下 一辈子 顺顺从从的听话去做 要不然你就在事业上 重新翻身 让我们一起进入 192就要爱 珍奇60秒 我知道你是家里的 独子独孙 所以从小 家里人都围着你转 我也不是说你有什么坏心 我只是希望你 就是有了家庭 有了孩子之后 多从我 或者从孩子的角度 考虑一下 稍微调整一下 你的某一些 特立独心的点 这样的话 在婚姻中 我其实也会舒服一些 你也不至于到 觉得受了多大委屈那种 就是互相调整一点嘛 你如果一直是这样 特立独心 然后比较自私一点下去 那我和孩子 哪能还一直跟你 生活下去呢 哪瘦得了呢 我们认识到现在 也有四年了 最开始没有孩子 到有孩子之后 可能会有更多的事情 那后面呢 第一个我努力赚钱 第二个把习惯 尽量地去做改正 我最后给一个建议啊 以后每天早上 把闺女打扮得漂漂亮亮 有你负责 把闺女准时准点送到学校 有你负责 我们一点一点改变 好不好 这是第一个改变 第二个改变 我这个送完之后 我能让闺女睡那小房间 行吗 谢谢两位 请回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登录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余老师看好这段婚姻吗 不看好 太悲观的心态 跟谁过日子也过不好 我特别不看好 就赶紧都 就放了对方 放了彼此吧 徐总 男出女不出 其实我还挺喜欢 挺希望他们这段婚姻 能够持续下去 因为我能够从这里面 看到一些温暖的东西 来 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吧 请开门 请开门 来 男生出来 来 那个 哎 行吧 一起见证他们夫妻的烂卖时刻 请见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